港姐是香港女性美的代表 然而1990年的香港小姐冠军袁永宜 被当年的主持人曾志伟评价为最丑的港姐 对于曾志伟的评价 袁永宜曾表示又爱又恨 因为作为新人的她 有近两年都没有演出机会 曾志伟这时就给了袁永宜第一次演电影的机会 也算是亮亮进入电影界的启蒙老师 娱乐圈很多女明星成名后 都会与富商有扯不清的关系 有过这样经历的女星都怕被人爆料 但袁永宜在某节目中大方承认了这样的经历 亮亮讲到了自己曾被澳门赌王何鸿燊包养的过 亮亮讲到年轻时候的自己爱慕虚荣 年纪轻轻不懂事 总觉得自己年轻有资本 成熟一点才觉得那样做好后悔 毕竟人家是有老婆的 关于袁永宜的过往 张志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自己对亮亮的过往并不介意 并不后悔没有早点认识袁永宜 意外之意就是能早点认识袁永宜 她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这绝对是真爱 2006年袁永宜生下儿子张木桐 她也将生活重心放在了家庭上 随着孩子长大 近几年袁永宜开始逐渐回归荧幕 不过不管参加什么节目 她都能看到老公张志玲的身影 两个人节目中也是贫洒狗粮 人生能得一致爱夫妇何求 希望亮亮和张志玲就这么一直幸福到老